今集的VLOG,我們會暫時離開大阪,前往白濱浸溫泉 所以我們就check out 第一間在大阪住的酒店 然後將大部份的行李,就寄存在個幾天我們回來會入住那間酒店 這樣我們就可以自駕遊去白濱度過這三日兩月的溫泉之旅 不過出發之前,最緊要都是吃飽 今天天氣超好啊,我最喜歡這些有陽光,然後有少少涼浸浸的天氣 好舒服啊 我回來大阪站這邊吃了午餐,然後就租車出發去白濱 我們吃完了,現在好一般,一碟海鮮意粉,海鮮梅的 那一碟咖喱飯呢,我覺得SEVEN那些丁丁咖喱更好吃 最好吃的是那碟沙律 菜很新鮮,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理 他打破了日本及其娟有一家餐廳都好吃 這個常規,我覺得真是好一般 所以一會兒出去買東西吃,買上車吃 真是好吃,走,現在去買東西吃 聽人說八斌那邊其實都沒什麼東西吃 所以都要先入定些貨 我們租到車了,後面這輛就是我們的戰區 現在出發去百斌,GO! MING PAO PIEC 拿著兩小時,出到路口都很痛 MING PAO P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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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這間海州溫泉旅館 一落真的超冷 我想只剩下兩三個個 待會我們上到房間再跟大家做一間 room tour 先看看 不好意思 Oh my God 超大呀 超美呀 剛才我跟朋友打開真的滑滑聲 趕快跟大家做個 room tour 一入門口 懸關位側面就是廁所 都很乾淨和綺麗 入到房間空間都比較大和闊落 而且感覺都很開陽和光亮 在外面的露台就有一個木製浴缸 可以浸私家的溫泉 探完溫泉就會經過這個淋浴間 才回到入屋 再旁邊就有一個沙發間 這裡有一個洗手盆 對面又有一個洗手盆 很多洗手盆 這個洗手盆下面就是一個雪櫃 雪櫃裡面有兩支水和梅汁 哇 梅汁挺好喝的 中間有一個小客廳 可以看一下電視和風景 我覺得這個位置超美 裡面還有一個白寶袋衣櫃 這個衣櫃裡面什麼都有 已經有我們要浸溫泉的 浴袍啊 裡面有一個籃 裝上了毛巾啊 還有一些枕頭啊 全部都在裡面可以找到 另外我最喜歡就是它的木地板 真的蠟蠟令很乾淨 好像打蠟 我懷疑那些員工好像啞上的故事 每天都是在這裡擦地板 我們出來露台這裡 看個日落先 你看啊 日落啊 超美啊 超美啊 現在剛剛日落 超美 哇 很冷啊 先回進去 我們預約到這裡 一拍糧食 待會5點半我們就吃dinner 所以現在我們設定一下 準備吃晚餐 還有早晚餐 還有餡茶和宵夜提供 我們train的時候 就miss了餡茶 但晚上的宵夜 我一定不會miss的 現在過去吃了晚餐 晚餐 晚餐呢 它就是懷石料理 超級精緻的 希望它這麼精緻 都夠我吃飽了 精緻到大家自己看影片 來拍攝 啊 細小蟹 今餐的懷石料理前面也不錯 刺身或甜菜都很精緻 但後面卻失手 給我們一碗類似烏冬的物體 但湯是用芡汁的 我們打算是特色的芡汁烏冬 但味道也不錯 不好吃的烏冬 我來清清地給我一碗醬 烏冬就好了 他失手了 今晚我宵夜 他不可以給我這些東西吃 我生氣 吃飽飯 我們現在已經換好玉衣 準備進去泡溫泉了 現在就去這個大浴池浸溫泉了 裡面浸不方便發洩 好了 跟大家說著 我們去看看 說這麼快 我已經浸完了一回合 剛才我在南濱的公眾浴池 給我的感覺 就是兩個字 哇是夠 再給兩個字 有點殘舊 這裡只不過是十五年 裡面那兩個浴池 真的有點霉霉的 那些木 這裡有幾個 就是私人的風呂 你可以過來這裡拿鎖匙 就不用跟別人一起共用 我超不吸引 我朋友浸了三分鐘之後 直接上來 一流水浸不夠熱 而這個位置 吹到頭都痛了 因為這家酒店 就是近海的 而且在山上 入黑之後 超冷 回去自己露台那裡浸更好 浸完溫泉 現在吃第一餐的宵夜 現在吃完這個 10點鐘 可以進去樓下 他又準備了第二餐的宵夜 這個是拉麵 讓我先吃完這些 吃我第二餐的宵夜 再見 今天超累 我現在要睡覺了 要做些什麼 黑色的宵夜 對 完成 吃我的眼睛 我是現場的 在 esa幕裡 我們要check out啦 走之前拍這個海景給大家看啦 雖然正常來說我還是喜歡天遊多一點 好了我們現在準備check out啦 現在我們要去白濱觀光 Let's go 其實白濱的觀光聖地都蠻集中的 所以如果你自駕遊的話都蠻方便 開車的話每個景點都是十分鐘之內就去到了 如果不是自駕遊的話都可以坐巴士去這些地方 不過就要留意巴士的時間 而步行就不太建議了 因為有些地方說緊都不是很緊的 如果步行的話都蠻是傻的 我們開車兩分鐘左右就來到今天我們第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千蝶夫 因為說來達賓一定要來這個千蝶夫 它是由一個個岩層去組成的 因為岩層經過時間受到侵蝕 它的岩層就變成一層一層 好像有一千張榻榻米一層一層 所以看上去的景觀非常之壯觀 哇這裡真的超大 可以順著岩層逐層逐層地爬上去 好像以前小時候地理堂 老師帶我們去地質考察 哇好美啊上到這裡 然後我們去一個很美麗的沙灘 白涼崩 這個白涼崩是一個沙灘 是以沙是白色著稱的 看過去的海有蠟 沙灘又白 超美 接著我們去到海底玻璃觀光船 越嶺島啊 順便可以來旦這個圓月島 夜嶺島也是白濱的一個很著名的京廟 而日落的時候看到它在太陽 它在中間的洞鑽進去 我覺得它好像兩隻大蚊蟑螂 Hello Kiss Go 好了 我們現在去吃午餐了 我們現在來到西日本最大的魚市場 它叫做Toyle Toilet Market 我們還沒吃午餐了 現在進去了 這個Toyle Toilet市場裡面真的超大 除了有極多海量的手信 有超級市場 還有新鮮的海產 讓你可以買了之後在旁邊燒 價錢也不是很貴 不過我們最後就選擇了在旁邊的熟食中心 就買東西吃就算了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東西吃 有點像Food Court 你買完東西吃可以坐在旁邊慢慢吃 吃飽 不差啊 我剛剛吃飽才是口頭善味的 我怎麼會吃飽啊 一會兒看到追完小丸子 馬上過來吃啊 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趕快買一些手信就要走了 因為我已經受夠它的手Toyle Toilet之歌了 Toyle Toilet之歌 夠了Toyle Toilet之歌 我要走了 Toyle Toilet之歌 Toyle Toilet之歌 白濱觀光完之後 我們剛剛就回來 去入住第二間的溫泉酒店 它叫做Hotel Seamall 它是一間白濱比較新的溫泉旅館 在2018年落成的 所以它無論是Lobby 設施 都給人一種比較時尚和心靈的感覺 至於房間是怎樣呢 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它的房間了 都挺有Feel 你看到它有張榻榻米上面有兩張椅子 讓你可以看著海 我發覺白濱大部分的酒店 都是可以看著海 所以零碎有感覺 除了景觀正之外 其他東西都很OK 床很舒服 需要的設備 浸溫泉的東西 全部都應俱全 另外我覺得它的梳化加寧浴室 都挺大挺漂亮的 還有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只要 放開後面這堆木門 就好像直通啊 出去的廳那裡 看到外面的海景 讓你可以一邊沖著涼 一邊看海 我真的很喜歡這間Sea Mall 很新的 而且很漂亮啊 它前面還有一個榻榻米 讓你可以看著海 同樣也是有這個無敵大海景 落地玻璃 超棒啊 它唯一不同就是沒有一個露台 會有一個私家浸浴的溫泉 但整體來說 舒服的感覺 這裡也很棒啊 欣賞完這麼漂亮的日落美景 又是時候吃晚餐了 我們一泊兩吃 它兩餐都是寶妃 適合我這些大胃王啊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日本酒店吃寶妃 因為他們的選擇真的特別多 雖然未必說全部都很名貴那些 但是呢 它的種類多得來呢 又夠精緻啦 最緊要夠新鮮 好像兩架這麼澎湃的魚山船 看到師傅 密密沒有停手地切出來之餘 看見的飾雜都知道新鮮 那我都夾幾件先 其實它還有很多東西吃 不過呢 我就拍不完啦 因為我要吃東西啦 我只記得呢 我吃了很多round 吃得很開心 你們自己看啦 我看見它的好朋友啊 超多的食物 超珍珍珍珍珍珠 因為它有兩大座椅新船呢 超閒大啊 所以我不說太多了 我先吃東西 我拍戲啦 吃飽了一會兒 我們就去浸溫泉啦 這裡還有shampoo bar 讓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洗頭水 進去 嘩 這隻好像也不錯啊 讓我試一下 裡面當然是禁止拍攝啦 我一會兒出來說浸後感 好啦 剛才我浸完這家Sea Moor的溫泉啦 現在先說一點浸後感給大家知道 果然這家Sea Moor是新的酒店呢 它的設施真的特別新的 它裡面的大浴池也有分兩層的 所以兩層分別有幾個大的浴池和溫度 然後還有一些熱石的精浴室 還有桑拿房 所以剛才我已經出了一身 很舒服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家Sea Moor酒店 無論是它的房間 然後它的餐飲部分 還有浸浴方面 我都給它很高分 重點是它的性價比很高 我聽朋友說 原來這家Sea Moor是昨天海州的一半價錢 一整倍啊 我覺得海州就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年長一點的 可能叔叔嬸嬸 或者一家大小去的 因為它的房間夠大 而且是比較傳統一點 老派一點 如果你是年輕人 追求時尚 還有新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家Sea Moor 絕對值回票價 好 早晨啊 那吃完這個Sea Moor的早餐報票之後 我們就要checkout回到大阪了 真的很捨不得啊 不過它這裡連早餐報票都沒得輸 一樣是這麼棒 這麼多東西吃 有機會真的要再回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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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出來啦 我們剛剛走到這間Hotel Seen Moor了 性價比亦高的一間靠口的溫泉酒店 誠意推介給大家 我現在要上車回大阪吧 三日兩夜的百分溫泉之旅就來到這裡了 今次入住這兩間溫泉酒店都有不同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間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還有如果喜歡我今次的VLOG 麻煩給我一個LIKE我和幫我分享開去 你們每個LIKE和留言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的 下一集我就要回到大阪了 那我們最後一集的大阪喪食之旅再見啦 Bye Bye